正所谓金无赤足 人无完人 三国演义中不少有作为的人 因自身的不足而失利 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分析他们的缺点 能为企业管理提供借鉴 顾列出三国人物的实践 共参考一届 势必恭亲之诸葛亮 诸葛亮第六次出其山石 派人到位赢下战书 司马懿问下战书的熟食 诸葛亮饮食起居如何 信使说 丞相起得早 睡得晚 出发二十棍以上的事都亲自处理 说得多 吃得少 司马听说后 大笑说 诸葛亮时少是多 哪能活多久 蜀将回报诸葛亮 诸葛亮感叹说 司马甚至我也不久 诸葛亮现实一个企业家 如果凡是公亲 部下必然无主动性和创造性 某公司生产部经理 非常出色 后被提拔为总经理 自从他出任总经理后 公司里的大小事物 皆要过问 甚至亲自操作 生怕出纰漏 因而实质无畏 夜不能寐 他对一个朋友说 我太累了 还不如当一个生产部经理 不久他辞职了 二届一人物事之曹操 曹操胸怀大志 机智过人 但是因多疑而物事 曹操患头疼病 请神医华佗 为其诊之 华佗说 要跟除病患 须在头部开刀 曹操怀疑 华佗要杀他 故将一代名医 求于狱中 一个企业管理者 疑心太重 必会束缚下属手脚 甚至可能搞得人人自危 办事人员有时 为了世人清白 而不得不降低 更谈不上创新 如此怎能适应 激烈的市场竞争 三届办事繁琐之董成 董成因办事繁琐 七百余人 死于曹操刀下 管理企业要提高效率 就需精简程序 有家公司业务发展很快 董事长为了稳步发展 提拔了一个 做事精细的人当会计 这位会计把科目 从76种一下子 增加到200多种 大家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没多久 公司的业绩日趋低落 原来大家一天到晚 忙的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数据和报表 四届骄傲草率之关羽 关羽败走卖城 皆因骄傲草率 瞧不起东吴后起之秀陆续 最终被杀 很多企业家在创业出千训谨慎 一旦有了成就便自吹自雷 结果失败 企业只有不断学习 不断改进 不断创新 才能做百年老店 五届贪图虚荣之刘表 刘表虽具荆州天险 自称江夏八巨 但凶无大志 不思进取 一事无成 过去很多国营企业的人 瞧不起私营企业 认为国营单位有优越感 而今下岗事业的多是 国营老大哥 六届感情用事之刘备 关于死后 刘备报仇心切 结果被陆逊一把火烧毁 连营七百里 有两兄弟在一个厂镇经营电器 虽是同根生 但关系不好 老二见老大 冰箱生意特别好 心生极度 一天听说老大进了一批冰箱 数量较多 于是老二也进了一批 同样的冰箱 低于进价销售 结果造成老大冰箱积压 老二因此也使其他品种的冰箱滞销 忘记一过 两兄弟都亏损了数万元 七届机密外泄之拳计 拳计是东吴的一个将领 因把机密泄露给父亲拳上 拳上把这个消息 泄露给琪琪而招来杀身之祸 当代企业家 必须有极强的保密意识 否则你的智慧 技术等就会被他人利用 一个捡垃圾的人 专门到各大公司周围 捡废纸 并将有用的信息收集起来 卖给该大公司的竞争对手 从中牟利 很多公司因此而招致对手的打击 却不知其中的原因八戒不听劝阻之马素 师皆亭斩马素的故事 人人皆知 因马素不听王平劝阻 自以为自幼熟读兵书 将兵士屯于山上 后被张和用火攻 失了皆亭 掉了脑袋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 曾推出一种品托汽车 当时有人指出其不足 但福特主要负责人 不听忠言 第一年虽然卖出40万辆 但顾客使用一段时间 发现了该车的毛病 并有好几辆车出事 福特公司卷入上百件诉讼案件中 后来公司不得不把150万辆品托车收回 就借一决不振之徐述 徐述之才不在诸葛亮之下 然而因母亲自义 悲愤万分 从此一生雍雍碌碌 有个部门经理 被总经理在早训的时候批评了几句 就灰心丧气 认为自己没有前途 终日酗酒 一事无成 与此相反的案例是史玉珠 尽管当初事业失利 让他负债上一 但他仍东山再起 不但还清所有欠债 还建造了今天的脑白金王国 十届心胸狭窄之周瑜 周瑜很能干 但心胸狭窄 诸葛亮三次用击便把他气死了 日本景观公司 一直使用一家公司的沙子 一次由于景观公司 与供应沙子的公司 闹了一点小摩擦 景观公司主管决定 禁止使用该公司的沙子 由此导致景观公司质量下降 用户不满 景观公司后来领导班子总结说 因领导人心胸狭隘 我们走了十年弯路